国小专事课程没有排入书法课 不过台东县路野乡永安国小 有老师教写书法 过年快到了 学校在寒假前的弹性课程 让全校学童一起来写过年应景的春联 老师没有规定要写什么 完全由小朋友自己想象发挥 他们的书法字虽然还要再练习 但写坏了 小朋友脑筋一转就用话图来修改 偏向的学童家境普遍不好 很多小朋友都写了 裁员广进 年年有余 希望过个年能改善他们的生活 而今年又是龙年 有小朋友写飞龙在天 飞字有翅膀 龙字也有龙 想象力很丰富 今年是龙年 然后每年都有鱼 来陪小朋友写春联的校长一时兴起 也拿起毛笔老练地写下龙飞翔三个字 示范写春联 孩子透过这个书法 认识我们的节庆 在生活当中非常平添许多的乐趣 拿毛笔写字的都是中高年级的学童 而低年级的学童还拿不好毛笔 就用彩色笔 用画 用剪贴的 做出漂亮又有创意的春联 全校每位学童都做了好几幅的春联 要带回家 希望能贴在家门口 让邻居看看他们可爱的春联作品 记者张明哲台中报道